第三种呢 经上给我们讲的 死磨 死也是磨 死磨是讲什么 你寿命不长 你修学还没有成就 寿命到了 死了之后再就脱胎 纵然你修得不错 你能够得人生 你想想看 你一头胎 前世所修行的 忘得干干净净 纵然遇到缘很殊胜 要从头来起 你说多辛苦 死磨能不能超越的 能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能死 死不得 我过去讲经常常跟大家说 死了就不得了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解决 也是很现实的 但是并不是不能结局 我们看到许多念佛人 自在往生 他真的没有死 他活着往生的 他临终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 西方三生来接引 跟家里面 跟家里人 我跟佛走了 活着走的 走了之后 这个臭皮狼不要了 丢掉了 他患 自摸真金色神 所以诸位要想着 念佛往生是不死对方们 你要认为死了 那你完全错误了 他是活得走的 死了就很难得度 不容易 所以这个帮助人往生 临终祝念 是第一殊胜的功德 祝念的时候 只守住一个大原则 决定要保持 这个往生的人 正念献切 这个很重要 就是要保持他念佛 求生西方这个愿望 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 自己一生当中造作的业 很多 还有过去生中的一些冤签债主 往往在临终的时候献切 这我想许多人都有经验 看到灵灵宗 他看到这个人 看到那个人在哪里 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 他看到 所看到的都是他认识的人 都是书人 而且都是已经死了的人 他看到 这个是因尽现前 是不是真的 他所见的人 不是 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 都是他的冤亲债主 变化了他的亲属 来引诱他 他一断气 被他们拉去了 他就报复 地藏经还讲得很清楚 所以一遇到这个现象 立刻提醒他 不要理他 不要管他 一行念佛 就这么一句开始 提醒他真念 不要让他想到 他看到这个 看到那个 看到什么境界 这个不得了 所以在祝念的时候 最要紧的 就是注意这种事情 决定不能让 这个往生的人 有杂念 有幻想 无论他见到什么境界 听到什么阴神 一开都不理 他如果说见到 见到地藏菩萨了 见到药师佛了 都要提醒他 不理 一开不理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接引 才能跟他去 不是阿弥陀佛 一开不理会 因为妖魔鬼怪 会变其他 佛菩萨来诱活 这个是关键 关键的时刻 许许多多念佛人 念一辈子佛 到最后 在关键的时刻 又灭了 又出了差错 那是真可惜 那么这些 都是魔镜 都是魔障 都是自己 业力变现的 虚幻境界 在这个时候 只有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西方三圣 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庄严 那是相应的 那是正念 所以我们要想在临终保持正念 平时念佛 就是训练 平时是练兵 临终是打仗 成败 就在临终最后一年 所以这个祝念 是无量的功德 祝念是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怎样去帮助别人 你能够常常帮助人 将来你自己临终的时候 有因果就有人来帮助你 我们不肯帮助人 到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来帮助我们 很重要啊 这个也是无微不失 临终 祝念是说一个无微不失 圆满的不失 所以死母 能够超越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